嗨,大家好,我是小瑞刀口 不知不觉搬出来住也两年了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上网 长大有自己住的日子 因为我觉得自己住是一件 非常幸福的事情 可以把空间规划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适合自己的样子 自己住了这几年,我也从中 更了解自己的需求,也更了解自己了 这两年之间的生活调整 闪闪剪剪之后 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样子 如果你总觉得生活郁闷 或许也可以透过改变生活的 五个方式,让自己更容易 有幸福感 第一个,提升环境的香气 人的感知有 每天让自己的五感 都能处于一个轻松自在的状态 是很让人幸福的 以前对于嗅觉的认知 我比较注重的是保持自己本身的香气 所以洗澡的时候 我会很用心的清洁干净 也会特别选用成分叫 纯净天然的产品 现在我也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外出回来一到家 马上就洗手洗脸的习惯 把脏雾去除 回到家的感受 真的也会特别的好哦 成分天然的产品 除了对皮肤较无负担以外 对于环境也比较友善 好香 这是我认为对于世界表达善意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生活中幸福的嗅觉 我还多了对于香氛的需求 我喜欢的香氛有好多种 馅香是我最早就迷上的情境香味 味道比较明显 而且也比较持久 有时候如果我要在家里待上一整天的话 那我就会在起床的时候点一支馅香 让整个空间变得不同 我觉得馅香是一种很温和的氛围感 点来的瞬间 四周的香气似乎就变成了一种滤镜 可以让人立刻陶醉 我很喜欢在夜里睡前点上老山坛 味道就像是刚洗完澡的舒服感 我在很多个空间都设有现香区 客厅的现香区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那里能够让人一进到家 就可以马上进入这个 有幸福沉浸味道的空间 让疲劳都减少了 这才是家的感觉 第二个 减少摄取的糖分 我必须坦诚 在这个炙热的夏天 身处于幸福台湾的我 嗯 每天呢 真的都想来一杯手摇饮 水果的鲜甜 加上台湾厉害的品种茶 有时候甚至一天还喝上两杯 虽然肚皮幸福了 身体却未必幸福 摄取过多的糖分 会让身体有太多的负担 肥胖过敏气喘 情绪不稳的状况 也会跟着大增 这个秋天 我决定开始减少糖分的摄取 我设置了一个泡茶专区 这里摆放我最爱的茶 还有我喜欢的杯具 这里面有三种要喝哪一种 好 这是凤梨香红薇 清香五姨 宜兰绿茶 那我就来个 五姨 用喜欢的茶杯喝喜欢的茶 坦白说 喝起来真的太有幸福感了 那感觉就像穿上了一件自己很喜欢的衣服 而且穿起来还真好看 那种满足感真的会让人发光哦 第三个 定期更换家里的摆设 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 随时都在改变 而我们确实也随时都在改变着 曾经的兴趣改变了 所以对于生活的需求 也随着改变了 可能有常常在看我影片的观众有发觉 我很喜欢随着自己近期对于生活的想法和规划 去改变家里的摆设 像是更换房间的摆放位置 或是以前喜欢很多衣服 但我现在只穿适合自己的衣服 所以就空下了很多空间 可以用成自己喜欢的样貌 东西变少了 心里的空间也变大了 因为自己是学艺术的 所以我也很喜欢搜集一些文创的商品 每个地区的文创市集 都有当地的风俗民情 静好生活品牌 是宜兰县政府文化局的文创品牌 每年都会透过甄选 选定出该年度最优秀的在地品牌 从陶座 石艺 木工 手工造 茶叶 农特产品 文创小物等等 在这里常常都可以看见 各个不同的有趣设计 每个品牌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灵魂 我享受在生活中 也能和这些艺术家们灵魂撞击的感觉 每每看见这些可爱的小东西 心里的幸福感也提升了很多 第四个 固定打扫的习惯 以前我都是累积了一段时间才打扫 因为平常很忙 工作完了只想要休息 什么都不想做 但随着环境越来越乱 心情也跟着越来越焦虑了 看见这么多的东西还没被处理 心里也很难平静 现在我养成了一天一家室的习惯 就是除了固定的家室以外 我每天一定会强迫自己做一件家室 无论难易度一定要挑一件来做 每天做完的瞬间也会特感疗愈 在整理的时候也能更清楚 自己在生活上对于物品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也能帮助自己断舍离 而整理完环境变干净了 心情当然也会跟得轻松咯 第五个一个人的玩乐时间 答应我无论再怎么忙 一定要为自己安排一个一个人的玩乐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面 你可以尽情地陪自己做想做的事情 像是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 看自己喜欢看的书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也喜欢在每天睡前 好好思考自己所遇见的各种问题 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情绪上 好好地整理自己 遇到问题可以上网找答案 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让自己成长了 独处并不是孤独 而是一种不被打扰最自在的世界 无论你是单身还是已婚 无论你的生活在怎么忙 也别忘了为自己留下一些 和自己玩乐的时间哦 相信我 那绝对是你最幸福的时光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 也欢迎分享幸福感给你身边 你最爱 以及那些爱你的人吧 我是小儿刀寇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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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竟然有一次干掉的屁股 这里 这里 这一定是金大摩沙的 哈哈哈哈哈哈 盖